由于泰雅族传统猎场和现行的行政区划分不同 狩猎区域有横跨桃园复兴区和宜兰的大同乡 造成两个区域的泰雅族人时有冲突 而五号两乡区举办和解仪式 希望化解双方对于传统猎场的争议与误会 为此桃园复兴区族人是带了两头猪前来表达和解之意 日记时代之前我们所有的家族 尤其是楼岸部落有迁移到这个地方 所以说一直传世下去说内场的部分 我们都从来都没有发分过 因为都是同一个族群 从去年开始就发生了一件就是内场纠纷的问题 传统领域的一个关系的界限 过去是很明确 但是到了现在的这些年轻人 以及现在的族人 好像这个概念有点模糊了 先前他们来这边狩猎的时候 引起我们的不满 被他们先跨区了 有点道歉的意思 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概念 大家互相尊重 而举办和解仪式 源起于去年圣诞节时 桃园复兴区族人因为活动所需 到山上狩猎 依照办法向政府申请 新闻到桃园与宜兰县政府 却遭到宜兰大同乡公所反对 后续经过双方祈劳召开三次协调会之后 达成传统猎场领域的共识 我们这边村长他们知道了以后 然后就提出抗议 说为什么他们可以越区打猎 这样子没有遵守到我们他主的嘎嘎 那也很感谢那个复兴区的那个祈劳 还有我们这边的祈劳都很有智慧 然后透过一个和解的仪式 然后来化解那部落跟部落之间的一个纠纷 如果说我们有狩猎什么才不会有什么争议 我们做个友好的仪式就对了 召开厘清的几次协调会中 让两个区域的族人互相确认亲缘关系 同时了解传统领域对族人是很重要的 也是未来后辈所要理解且传承下去 借喜故巴扎以故宜兰大同采访报导